国产电动车 驰骋都市街道 上市引起业界宏洞 近期却传出销量大减 却因为经济部一指 国产车自制律新制 为台湾车市投下震撼单 现有已经上市的国产车来说的话 可能会有部分的 跟路资有关系的国产车 会受到影响而停产 这个已经反应了 新制规定刚在7月30日拍板 相隔两天8月1日就上路 包含路资与国际品牌合资者 路资并购的国际品牌者 国际品牌在大陆厂生产者 以及大陆品牌者 都在管理范围内 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华汽车 引进的台湾组装 路资品牌MG 而且新规定硕及既往 自制率必须逐年提高 第一年15% 第二年25% 第三年35% 也就是新车上市 如果到了第三年 车内零件没有达标35% 就要停买 不过零件换了 车架恐怕也要跟着升高 相对还是会有 喜欢台湾零件生产车的人 就会选国产车的 目前的政策主要是针对 入资进一步扩及到 日系品牌或者是韩系品牌的话 那就是国产车的末日了 消费者买不到便宜 国产车恐怕成为最大苦主 如果转而考虑进口车 也不利产业发展 不少车商更因此 暂时停卖大受冲击 中华汽车对此也强调正在加速 在地化计划推进 不过政策说变就变 让底层民众 以及车商都难以对 这里请晚听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